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他并不是想跑 而是想留在太平干点什么 我觉得彭国中这几天肯定要有动作 即便他不跑 有些人也不想让他在太平待下去 如果他在太平待下去 对谁都没有好处 可是他做那把枪到底想干什么呢 绝不能让他跑了 否则的话对上对下都很难有交代 压力太大 另外 他不会那么轻易地选择逃跑的路线 肯定会采取伪装的手段 所以绝不能放过任何人 任何责任 任何人 任何 好难 这个案子的压力大呀 丫头都喘不过气了 明白 山泽梦 他要见我 我想去会会他 看看他的胡萝卜 到底卖了什么药 千万要当心 注意安全 你什么时候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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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回来 我可能回来 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什么时候回来 停长马上找我谈话 你忙完我立刻赶回去 好吧 那挂了 你我 小子 你什么时候回来 你我再一个人 你试到这就 你脸座 你带着你 你看我 你让我再有什么事 把你让一下 你再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搞得我措手不及 连礼物都没准备好 总之一句半句说不清楚 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等会儿 见了面 我负责跟他谈 你就表个态就行了 我表什么态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人 他有通天的本事 我就是想让你往上动一动 先见了面再说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这个人有通天的本事 肯定能帮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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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故纵 我跟你说 这都是我玩剩下的 官军 那就这么定了啊 这 这怎么了 我怕喝出麻烦来 你自己干的什么 你还不清楚吗 就有 我干什么了我 你少在这儿跟我谈麻烦 你老实告诉我 你今天找我来干什么 其实也没有什么 就是那个齐浩南 每天像苍蝇一样盯着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他了 舅舅 我的酒店和矿业公司 那可是在太平的龙头企业 纳税大货 我干的都是合法生意 齐浩南怎么当上警察的 他简直就是一根筋 舅舅 我认为为了太平的稳定发展 这种人绝不能复制 舅舅 什么舅舅舅舅的 这是在办公室 我是对事不对人 您说他这样每天盯着我 有所应有我企业的形象 直接影响我的经济效益 齐浩南这个人呢 我是不喜欢他 不过他性格刚烈 但却不是为一个尽忠值守的 好警察呀 他如果盯上你了 你必然是存在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 舅舅 受您这么多年的教育 我遵纪守法 诚信经营 带病的不吃违法的不干 我又不是吃饱了撑的 嗯 我看这一段啊 你确实有点吃饱了撑的迹象 怎么什么事都跟你有关 什么事你都想插一脚 小心给我玩出火来 我可警告你 你要是真干了什么 就赶紧给我主动 去公安局谈清楚 舅舅 要是没干什么 也给我嫁及一不作人 少打着我的旗号 真要是出了事 我可不留情 我会第一个把你送进去 你给我牢牢的记住 舅舅 请进 哦 苏珊啊 叫市长 我来汇报一下工作情况 哦 哎 我知道了 我马上过去 小贵啊 我有点急事 我去处理一下 你在这等我一下 这儿我心肠 你亲 啊 可不 好 您先帮您在炒 一些 osób s 你 小贵 您 做 你就是新来的官局长 我叫石一强 我是辉煌集团 我知道 你上任时间也不短了 咱俩从来没有见过面 今天想不到在这儿见了 我舅舅的办公室 那你的记性可真不好 上次去健身观察毒品案的时候 咱们见过没 好 想起来了 是见过 但这不能算数 官局长 改天我请你喝酒 在太平市 不喝酒这么交朋友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朋友可不是随便交 特别是我们警务人 更要谨慎 官局长所言极是 做人嘛 必须谨慎 你看我 这不有时间就来这里受教育 官局长 我从小就是舅舅带大的 他把我当成亲儿子 我把他当成亲父亲 他对我的教育 那可是太严了 你这个做法我很支持 你舅舅可是咱们太平市 除了名的铁面无私 六情不仁 一旦出了事 他只讲法律 不讲情面 难怪这么多年 老百姓都这么拥护他 我为你有这样一个好舅舅 让他高兴 官局长 我有事先走了 怎么 不继续受教育了 官局长 官局长 改天我一定请你喝酒 现在警察手里肯定没有实在的东西 要是有 哪怕是一丁点 他们也就早就动手了 所以现在快三手里的东西 是命门 还有那个小秋 至关重要 可是石总 快三住的那个地方 那警察不知道搜查多少遍了 警察有警察的搜法 你有你的 还有个问题 就算快三住的地方有真东西 我们现在也很难看你 姓虹 几十年了 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 那还用说吗 小时候 咱俩一起去留了 一起去打拼 为的就是过上好日子 成为有钱的人 现在好了 日子好了 也有钱了 你还记得吗 你曾经对我发誓说 这辈子都会跟着我 为了我 你会赴汤蹈火再错不辞 强哥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坦白地讲 你交代我 这件事是个祸坑 我都往下跳 我瞪着眼睛往下跳 眼皮都不眨 我吴清红 是治安图报的人 你放心吧 这事我干 为了你掉脑袋我都干 拜托了 拜托了 你再好好想想 快点他到底怎么说的呀 他确实没说什么呀 他就说有个硬盘 里面有视频 在哪儿 我没问出来 不可能是硬盘 你想啊 他哪那么傻 硬盘那么大一东西 那要有不早找着了 不会是硬盘 网络硬盘 他说的 会不会是网络硬盘啊 你去要办到 最后 他会不会是网络的 好好了 他们的犯主 他在这里 他会不会是网络的 为了要不得到 他不得了 他就不得了 他不管男人 我们的情况 他也不得了 他不得了 怎么回事啊 能想到的都是 没有一个能想的 我觉得吧 咱们得换个思路 你说呢 咱不能光想跟快三有关的东西 你的意思是 你看啊 石一强 吴清红 这证据是跟他们有关系的 所以这事啊 跟他们肯定有关联 对 有可能 聪明 这样被你越打越惊了 你干什么去啊 我找石一强套何的生日 不行 不许去 太危险了 要去得官局的人去啊 哎呀 我哥那不就公安局的吗 你觉得他能比我强多少 我告诉你啊 凭着我这身胆量跟智慧 别管他 看他能怎么办 嗯 那也不许去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些人心狠手辣的 万一你要有什么事 那我 我怎么办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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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哎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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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不开我了吧 哎呀 我跟你说过了 我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 哎呀 哎呀 我跟你说啊 我要是去演戏 那就没什么刘德华了 我要是去踢球啊 哪有贝克汉姆 是不是 真能贫 我也是 我就爱听你贫 还想跟你一块贫 还想贫一辈子 我走了 走了 什么时候啊 还跟我这儿女清长呢 扰乱我的军心感着 你放心 我答应你啊 我还要小心点 凭我这智商和智慧 没问题 嗯 我走了 哎 你听话 跟你哥商量商量 哎呀 我跟他商量什么呀 我跟你说 我要当警察啊 他只配给我开车 再说了 大白天呢 他们不敢摸怎么样 我走了 那你给我保证 你要是敢缺胳膊 少腿的回来 我跟你没完 是 intense 啊 我都不知道 你ם没 那我快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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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